本视频由无险原创制作 说起90后 许多70后80后 给予的一支评价一般是 个性十足 但是娇生惯养 以至于以后的很长时间 娇生惯养就成了90后的代名词 随着时代的变迁 00后就开始迈入成年人的行列了 最后一批90后 也早已经长大成人了 以至于许多人开始质疑 当初娇生惯养的90后 能够承担艰山的责任走上战场吗 对于这个问题 张兆忠给予了中肯的评价 在他看来 90后却是大部分娇生惯养的一代人 但是这代表不了全部 现在的90后 思维方式独特 通道也很灵活 他们有了自己的想法 他们接触了知识层面 让许多老一辈的人所不解 但是进入军营后 却也给军营注入一股新鲜的生命力与活力 正因为90后的思维方式 和其他期待人的不一样 在军营中 对于一些事情现象 也能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 现在辽宁间的掌舵人 都换成了90后的小姑娘 在农历上 90后是没有什么好质疑的 正如张兆忠所说 90后是个性的一代 纵使大部分人娇生惯养 但是在民族大义 家国天下的面前 还是会扛起自己的责任 老一辈看到的90后是片面的 90后也有农历 超强责任心强的 在抗战时期 上街有娃娃兵 为祖国新王二战 和平时期的90后 自然也会为国家 献出自己的力量